好的各位觀眾受到Delta變種病毒的影響 說好的9月復蘇 現在美國看來還是持續會受到了衝擊 其中影響了三個層面 第一的話呢就是許多學校延後開學 第二的話呢是許多企業延後回去上班的日期 第三的話呢那就是供應鏈 因為港口關閉而受到了拖累 幾個數據帶給大家來看一下 那就是8月份的美國消費支出 預計下降了1% 而有關於經濟成長率呢 也從原本的6.4%下降到了6% 再來看一下呢 那就是美國消費者的信心指數 降到了2011年以來的新低 再來信用卡的消費額成長是趨緩的 而另外的話呢 西南航空他們從9月7號到10月6號 一天平均減少了27個航班 從10月7號到11月5號 一天平均要減少162個航班 好那麼受到Delta變異株的強大傳染力 現在美國兒童的感染數呢 也不斷的激增 來看一下呢 在7月底的時候呢 原本一周是感染了3.8萬人 8月底也就是短短一個月的時候呢 一個月現在暴增到了18萬耶 這增加了4倍喔 來看一下加州呢就有一個老師 他在上課的時候呢 並沒有戴口罩 還脫下口罩大聲的向全班朗讀課文 導致呢全班24個學生有12個人感染 卻感染的呢 全部統統都是Delta病毒 因此呢他們就覺得說 這個許多人擔心美國的學校 是否會成為下一波的感染重災區 主播 請訂閱按讚分享T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